为庆祝新加坡50岁生日而推行的中学生实习计划可能会延长 在计划下 中学生有机会到本地公司实习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川仁在亚洲新闻台的专访当中就透露 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探讨能否让计划延长 陈川仁也是SG50经济和国际委员会的联席主席 他也谈到我国经济在未来面对的挑战与机遇 他说 新加坡就像一个中小企业 经历过艰难时期才站稳脚步 要如何让新加坡故事未来几代都得以延续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陈川仁说 我们必须把焦点从经济增长数据转移到那些带动增长的公司 在现有的计划下 50所学校和50家中小企业配对 中学生能够访问中小企业的老板 或者到他们的公司实习 部长相信通过参与这个计划 年轻人或许会考虑加入中小企业 或者是自己创业当老板